社利是什么?人死后烧出社利子是否证明其往生极乐?如何方能辨别往生与否? 社利是繁语,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金骨子,这是一种感应。 多半与定功有关系,在念佛人前与亲近心有关系,心欲亲近,定力欲深,这个社利就戒得越好也越多,与往生没有关系,这个烧出社利不能证明它是往生。 往生证明,那是最靠得住的证明,是往生的时候,他自己讲,佛来借赢我了,这是真往生。 其他的,别人看到的时候都靠不住,一定是他自己说出来,他见到佛,见到西方三身,来借赢。 这是很可靠,还要看他一身的行音,他平常,修行的功夫,如果与这个相应,那肯定是往生。 有社利跟这个现在流的肉身,现在讲这个末法时期,怪似太多了,什么怪似呢? 仿冒啊,社利都有仿冒的,连肉身也有仿冒的,假的,不是真的。 那社利你看得很漂亮,你手用力压一压破了,那就不是真的。 真的呀,铁锤都敲不碎,那才是真的。 现在我们看到社利很多都没有经过试验,一试验呢,假的太多了,真的稀罕。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? 磨来扰乱啊,你们不是喜欢这个吗? 磨就在这个机会呀,变个把戏,搞这么多东西来给你看看,来迷惑你。 所以我们对这段事情,要很理性地看待,不必感情无事。 社利是在讲,有没有,没有关系。 有很多修行人,不愿意留学历,也不愿意留身,给人家做纪念,麻烦了。 多事啊。